第四个呢 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是京东方 京东方他的这个 他最近呢 推出了这个MR 元宇宙的这个头盔 基本上是失败 因为这头盔太贵了 要3500美元 他这个头盔里面呢 要用这个荧幕 以前是由索尼供应的 那现在呢 有大陆两家公司 一个是京东方 第二个是 世牙技术所供应 那这个索尼以前的话呢 每年的话 他是就产不到100万块 但是呢 这个他们呢 就是说需要 他如果只靠索尼的话呢 那因为他这个 一个头盔 就要两个这个microLED 所以只能被限制50万台 所以分散供应链 这个分散供应链 对台湾台商是一个打击 那我的观察呢 是第一个 元宇宙是太少了 第二个呢 这个红色供应链 会进一步的崛起 第三个呢 这个面板的产业 这个正在做一个 世代的交替 对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